蔡維銘 陳志誠 李清磊 謝王立鴻 李宗海妹 孟志誠 胡抓喜高峻 吳道文 周英琪 江頭企 克蘭 以後離 歡迎收看 紅白勝利 小高峻 今天一開始呢 我們上個禮拜推出的 我的KISS會轉彎 盛況空前 大家都圍在電視前面看 在情侶接吻為什麼會那麼困難呢 你插口水幹什麼 喔 草莓的長榜第二名 第一名是草叢 你是那些 那些貴姓你一直看我幹嘛 你是想吻腳董嗎 他一面看我的時候 還一面在那邊 吞口水 吞嘴是什麼意思 你是文化的同學是不是 對 同班同學 是 3萬塊4秒鐘 各就各位 來 來 請上座 預備 計時 開始 衝啊 衝啊 再衝啊 加油 衝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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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好 謝謝 他冰出來打路忍工了 第二組 葉毅瑋 黃怡雲 出文時間 早上10點出文地點紅茶店 那什麼叫 你追他 他追你 他 你們的出文在哪裡 葉先生講好了 在紅茶店 紅茶店 哎唷 眾目睽睽之下 大庭廣眾之下 沒有人 沒有人啊 對 沒有人 那有這麼生意差的介紹給我們 那你們跟他接文之後的感想如何 嗯 很高興 英文定情 可以這麼說 之後就每天早上約在那裡 八點就到了 人家功休還把人家墊砸掉 來 請就位 加油 來 預備 請計時 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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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文在哪裡 等一下囉 在這邊囉 他沒接文過 他沒聞過 留給你們囉 留給你們囉 我也不一定要啦 不是 留給這個節目 就在今天這個晚上 講得互相 把最熱烈的吻獻給對方 現在 先把嘴唇 現在 濕潤一下 新郎新娘面對面 請用印 請用嘴 快 是機會來啊 但是請用 但是請用不要把蛀牙吐到對面 來 我就不相信他們是青蛙 用您那一排 口塞35度的梅牙 咬住他的嘴唇 來 請不要遮... 其實我們這... 我們這個節目是有這樣的效果 不行... 這樣是不通過的 快... 輕鬆一點 輕鬆一點 現場掌聲也沒有來一下 你看 喂 導播特寫一下 可以親他底下巴 嘴巴都沒親到 我跟你講 他們絕對不是親 我敢保證 我一看就是 不是阿姨就是姐姐 不是這樣子的嗎 太不...太不登對了你看 太不像 不像嘛 好 下一隊 來...請就位 來...請就位 請就位 預備 請計時 出 加油 出 衝啊 來 衝 來,這個小弟 我們跑到這裡來 預備 開始 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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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會跌倒 他頭比較重 衝 好 放棄了 不是,我不給你機會啊 第四組 翁凱琳 林更宇 出吻時間不詳 出吻地點汽車裡 什麼情緒啊 出吻 出吻 什麼地方 就是一起去洗溫泉啊 喔 這比我問出吻還要嚴重 喔 你們這個經驗 讓我們覺得真的好幸福啊 好甜蜜啊 原來他們是跟我們反其道而行 先有那個再有出吻 是開車去洗溫泉 然後在車子裡面 然後氣氛不錯這樣子 對 這女生滿大方的 喔 開車去 去洗溫泉 然後在車上氣氛不錯 那清完之後就溫泉 既然都清了 為什麼不一起洗 是不是 男生有沒有這樣要求 沒有啊,洗完啦 各自洗完 各自 分開的 分開的啊 我第一次聽到說 要接吻之前要先洗乾淨 先洗 去找 我今天中三萬塊 喔,洗到破皮了 帶瓜哥一起去洗啊 帶我去洗啊 我孤家寡人不好吧 那你要幫他說 合以同意啊 來 預備,請就位 出來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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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出來了 滾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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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哎呀 哈哈,那個好遺憾 先解掉 先解掉,下來休息一下 緩歌情緒一下 等一下再給你們機會 來來來,先下來 來來,先下來 真的是男女朋友嗎 我們剛剛沒有鼻泵陣身 來,來,請用 不,請用 請用印 請用唇 請用唇 來 來 讓我們看到你們那種 初吻的那種感覺好不好 來 感覺怎麼可以讓人家知道呢 不是 不是 因為要再一次機會啊 如果不要的話沒關係 我們可以 你們可以放棄 你先親我馬上再一次機會 有機會三萬塊啊 不然我們就知道你是情侶了 來這邊騙了 你如果假鑰匙騙我們 蛤 我們讓你們有機會給上訴嘛 對 對不對 來 因為我這個角度看得是很明顯 是 我不曉得那個角度有沒有看到 沒有啦 都搖頭都沒看到 三號機器 我們那個左外野的服務一下 待會兒經驗是三秒鐘 所以現在面試 三秒鐘 三秒鐘時間有多長我數給你 一秒鐘 亮都喊 預備 開始 三秒鐘啦 你之後就不用了啊 獎金就直接送了啊 好 下面一桌 你們要不要機會嘛 再輕一桌一次機會 來 預備 開始 一秒鐘 亮秒鐘 三秒鐘 好 好 來 請就位 來 請計時 出發 快 快 快 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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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 第五組 魯玉紅 李子紅 出吻時間某個晚上 出吻地點 呂方家的門口 你出吻在哪裡 出吻在 他家門口 他家門口 送回家就趁機會下手 幾點的時候 滿晚的 滿晚的 請他然後就是想讓他進去啊 沒有沒有沒有 他 去他家 他家門口不是嗎 對啊 他家門口 但是不敢進去 對 還不敢進去 不是 你親完他就進去 就拜拜這樣 他進去 我回家 我每天這樣子來來回回 持續一段時間 好 出吻給你的回憶是什麼 沒感覺 老公啊 你真是不盡責啊 那後來給你有感覺的一次 請問告訴我們 想不起來了 從出吻沒感覺 然後想不起來 然後有感覺想不起來 那到現在也沒感覺 這對失憶症的夫妻啊 來 請清一下 沒有放音樂 沒有放音樂 他滿要求的 沒有放音樂 Romantic 你們結婚的時候 那時候音樂是什麼歌 沒有放音樂 隨便就可以了 那個開名都沒抓著 是啊 這夫妻我看 來 請就位 來 請就位 這一組我們最看好了 請計時 最有希望的一隊 來 加油了 紅燈 黃燈 綠燈 加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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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會 再一次機會好不好 老婆這個甩得不輕了 來 請計時 加油了 加油了 抓到 加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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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爛盡良絕 喔 第六組 賴志強 詹秋莺 初吻時間某個晚上 初吻地點沙輪海水浴場 看我們初吻是發洩的什麼地方 海邊吧 海邊 是海邊嗎 海邊 在哪個海邊 沙輪 沙輪 白天 晚上嗎 去露營 不是兩個去 夜遊 有 寂寞的字嗎 對 那會不會沙子很多 不會 其實我們回家 刷牙刷很久 因為我夠舞 好 請就位 來 兩組就位好 來 請計時 出發 順利拿到獎金三萬元呢 2 1 2 2 1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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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1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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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千塊 剩下1萬8 因為我們扣稅要扣1萬 沒有啦 瓜哥 誰敢要死啊 還說扣1萬 水這麼重啊 嚇死了 搞不清楚 心情很壞 恭喜 來 恭喜 恭喜兩位 恭喜 恭喜 第七組 陳怡玲 林子潔 出文時間9月23號 出文地點KTV KTV KTV啊 請在公傑所在 KTV 是在KTV嗎 真的啊 就你們兩個人去而已嗎 就兩個人在裡面 跟很多朋友一起去的 怎麼會有機會呢 就那天是我生日啊 結果我就 他們就 強烈要求之下 生日禮物 就起哄啊 之後呢 你三天過一次生日 一年365天都是生日 最怕他一天過三次 沒有 表情 有...有緊張你知道嗎 要怎麼樣 你想...你想怎麼樣都可以 來 有感覺喔 對嘛 有勇氣 這就對了 這就對了嘛 這叫大方嘛 這表示有帶生日正來 情侶還在批批批批批批 說上節目了對不對 情侶相愛是無罪的 光陰正大嘛 對嘛 來 請就位 來 各位 我們就佩服這樣的年輕人 預備 祭司 開始 衝啊 衝啊 還有差一點點 衝啊 有機會 再一次 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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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第八組李姓雞 林子瑤 出吻時間 某個黃昏 出吻地點淡水 你們認識多久 十一年 十一年 幾個小孩了 兩個在後面 兩個在後面 在後面 小朋友來 這兩句你們小孩啊 他剛剛 這你大兒子說 瓜叔叔我也要 不是 小朋友沒有綁的嘛 那小朋友我可以找一個 女朋友 小的女朋友 跟他不要綁什麼 衝過去接吻三秒鐘 我們也送三萬塊 我剛剛幫他找一個人 他媽媽說不準 會把他打死這樣 沒有人願意 對啊 我剛剛說這個好不好 你十一歲了 你十一歲啊 你已經十一歲了 他五歲 他十一歲 你六歲 請起立好不好 十一年前 在小孩面前 表演接吻這個是 好的事情 其實現在呢 社會比較開放一點 子女看到父母親這麼恩愛 對不對 全家更何樂了 今天要好好表現 我們很樂意把三萬塊送給你 只要看有機會 我一而再再加上給你們機會 好不好 但是現在還是要表現一下 今天 不是現在 現在 一直好好要重複 來 我們等一下暖身一下好不好 等一下 我先問一下 夫妻結婚十一年之後 接吻次數有沒有越來越少 最近感冒比較沒有 最近感冒 誰問你最近的 平均值 你不要嫁了 我結婚十一年我就了解了 來 來,請服用 對不對 請服用 好,就位 來,請就位 出發 出發 一、二、一、二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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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精采 好,刺激 這個大家看完都以為很簡單 其實非常難的 大家說怎麼這麼短距離 怎麼會跑不到呢 是啊,是啊 就是這麼難跑 對,真的很困難 我們將來有歌星啊 看情人組啊 看比如說王力宏跟這個小董啊 好不好 好啊 男生對男生啊 李徒一直給我試眼色 說他想跟我一組 我看得出他的心意 我了解 我了解 那這樣不如看觀眾朋友玩 不如我們親力親為好了 真的 那有機會了吧 大家幫我安排一下 順水、周英綺、柯蘭都不錯 對 我是不嫌棄的 李廷宜啦 嘴巴一開就把你們吃掉了 所以 那你說你要李廷宜跟周海妹 我... 您是要這個... 柯蘭 周英綺 就問我本什麼人 那個... 講同情不錯啊 講同情啊 頭髮還滿像女生的 你很主持 為什麼陳曉筠也哭了 1997全國影劇記者高峰會 1996影劇新聞總回顧 你們在採訪過程當中 曾經被女藝人或男藝人 性騷擾過的 請按鈕 被威脅啦 或者是恐嚇之類的 有的話請按鈕 今晚的紅白勝利 帶您一頭瞻前顧後 謝謝 無所不問 無所不答 歡迎收看我們的高峰會 1997年 我們在紅白勝利 在1997年 是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是的 只可以說回顧過去 展望未來 在我們高峰會 今天要討論的就是在1996年 我們影劇界到底發生了哪些事情 以及我們所有記者都要跟大家見面 是 我們想要一大早翻開報紙 都可以大家最關心 除了社會事件、政治事件之外 其實最關心就是影劇版 影劇新聞 是 但是我們今天所介紹的 高峰會的主角 就是他們文財並茂 是 但是很少看到他們 本尊出現在現場 是 只看到文章跟名字 今天十五位出現在我們現場 就是全國各大報 最優秀的影劇記者 來到我們現場 歡迎他們 掌聲歡迎他們 一號 一號大成報賴以傑 二號大成報劉玉良 三號中國時報黃秀輝 四號中時晚報張孝晴 五號中央日報劉家方 六號聯合報梗宣 七號民生報潘美貞 八號民生報吳光忠 九號自由時報陳信力 十號自由時報顏家正 十一號自立早報謝玉玉 十二號自立早報王思廷 十三號時報週刊劉素華 十四號台灣時報陳孝宇 十五號聯合晚報潘秉欣 歡迎你們 來,歡迎你們 謝謝介紹我們兩位特別來賓 要參加我們這個單元的特別來賓 要得高望重 是 要年紀到某一個程度 是,社會地位一定有 萬名敬仰 是,可以說 學問要淵博 才是淵博 而且要在記者界啊 他的關係是應該相當好的 是,所以我們千挑萬選 本來選了三位 今天只來了兩位 首先介紹是我們演藝界的 大哥大 宇天先生 你好 好 一位是我們主持界的主持爺 米米蘭先生 大哥 另外一位是 不是,三位還少了一位 諸葛亮先生 好 來,你們也是請公駕 目前在國外考察 是 這個也是我們 他的題材是我們記者先生小姐們 最愛寫的一位 是 所以今天請到兩位來呢 當然我們先開始就要問問題了 是 我們有按鈕 今天不記名了 因為平常都記名的話 怕你們回去就沒頭路了 是 所以你們前面有按鈕了 我們在計票數 第一個問題 請教我們十五位 所有的記者先生小姐們 今天來參加我們的記者高峰會 是出自自願很高興來的 請按鈕 來,我們看有幾位先生小姐 請按 自願的 這很高興的興高采烈 這有六位 越越育勢 張燈結采來 洗洋洋的只有六位 被派被強迫來的 就是不想上這個單元 沒有辦法 請按鈕 那剛好是十五個沒錯 沒有跑票 一票都沒跑掉 是 從一號到五號 請按鈕 不願意來的請按鈕 很清楚 很清楚 我們不記名 不記名 我們都看不出來 我們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我們當作沒看到 好了 今天上完我們這個節目 這個單元 回去會寫這篇報導的 請按鈕 才四個啊 只有四位 那我們何必浪費時間 大概就結束了吧 至少六個興高采烈的 有四個還滿喜歡的 好 我們先看一份資料好了 今年度最佳綜藝節目主持人 到底有哪些 他們的成績又是如何的 我們看看電視牆 請看 一九九九九年就在去年十大主持人 排行榜 我們張小燕平均是41分 張飛先生38.6 胡瓜先生36.1 白冰冰35 曹琪的31.3 余澄清30.6 費玉清28.6 徐乃玲28.3 陳美豐25.1 芳芳24.8 好 這是我們所有記者先生小姐們 所投出來的票數 是 來 我們這個自由的時候 嚴加證 我覺得飛哥特質 就是 是所有藝人應該學習的一個特質 請說 因為 他 能進能退 能閃能躲 然後能夠製造出很 讓記者能夠很 很好去發揮的新聞 那在 有祖師也在那邊 有圖力在那邊 那 飛哥能夠在這個時間內 被大家選為這個東西的話 他應該有他自己的一個思考的邏輯 跟主持的方式 我覺得小燕姐 她在這個圈子裡面 能夠維持這麼久 然後一直保持著大姐大的地位 我覺得她可能是有榮乃大 那她本身的內涵 還有各方面的談吐 包括她在主持方面的格調方面 我想是很多 同樣是女主持人 比較難以去超越過她的 那 我覺得小燕姐一個最好的一點 就是她不論在訪問 特別來賓的時候 她比較能夠站在特別來賓的立場 去幫她幫對方想 所以你很少從她的嘴巴去聽到一些 調侃別人的話 或者是什麼樣子的話 對 瓜哥是... 瓜哥可以按鈕嗎 鈕 可是我覺得瓜哥這一年來也... 表現得非常的好 對 我覺得非常好 好 謝謝... 好 來 我想這一年來 這三個主持人 還是畢竟是 電視綜藝界的三巨頭 然後我想 尤其我覺得瓜哥是今年 變化最大的一年 從... 有台的非常男女開始 到目前的電視俱樂部紅白勝利 我想瓜哥在今年度 他是建立一個 他個人演藝事業的另一個高峰 好 鼓勵鼓勵 謝謝 我在這邊恭喜瓜哥 來 記者所講的話 可信度是百分之百的 是不是 這個時候成立了 好 接下來我們要公布新生代主持人 那就是屬於像我們... 兩位... 有機會入榜嗎 我想兩位還是暫時迴避 看了恐怕會自殺 真的嗎 來,順著 請看 黃紫嬌,36 黃鞍,32.9 吳宗健,32.9 藍心梅,30 邝明傑,29.7 董志成,28.6 高一平,28.1 許孝生,27.5 張衛健,25.4 吳君如,23.9 恭喜許孝生 贏了張衛健和吳君如 你們兩位港星啊 港星 通常四大天王都是港星在當的 沒贏他們就不錯了 對,我覺得他們兩個很好 為什麼沒有得第一名呢 幹嘛,你還好嗎 那他們兩個特質好了 就是有親和力啊 然後平常對記者滿好的啊 然後給新聞就是給得很乾脆這樣 曾經你們在採訪的過程當中 有聽到你們同業的 因為採訪某個女藝人或男藝人 採訪而產生戀情 有,認為有的,請按鈕 喔 喔 勝利票數高達13票 剛剛只是聽說嘛 在15位現場 有發生在自己這15個人當中的 請按鈕 有五個人啊,有五個人 那我再請問一下 中間 當事人本人是女生的 請按鈕 喔,這個好問題 美好 男生也不過幾個我看 一、二、三 那有人不老實喔 總共男生才三個 剛剛五票現在 現在跑票跑光了 沒關係 當然這問題呢 是對我們記者先生小姐們的一個 疑問而已 那其實他們一直在最前線 能夠有機會跟記者 跟那個明星們呢 比較接近的講話 也許就可以談到心事對不對 有 對 那再有個問題啦 就是你們在採訪過程當中 曾經被女藝人或男藝人 性騷擾過的 請按鈕 有的請按鈕 有四位曾經被騷擾過的 那位騷擾你們的人 有在現場的 小董,你在幹嘛 請按鈕 還好 還好 我們都很清白的 表示現場的 又彼此在把它燒掉 你們自己有沒有 就心目中崇拜的偶像 有或沒有就好了 有 有偶像 有偶像 那採訪他之後會不會 特別緊張 而且話都說不清楚 會啊 也會 對,這個可以展現 記者其實也是人嘛 這個人嘛 畢竟有七情六欲 有血肉之軀嘛 對 難免啊 是,潘美甄有沒有這種情形 最近的一次就是去Vegas 就是跟劉德華跟怡晨慶去採訪 那Beau Ball Music Award 然後就專訪到Celine Dion 那西洋新天后 他非常的Nice 非常的好 非常的溫柔 就是他 赤上這個超級巨星 在全球 可是他給我的態度 是讓我非常的驚訝 非常的訝異 所以 就是因為他那種很好的態度 讓我...讓他變成我的偶像 我本來沒有的 這是對自己喜歡的偶像 相對的 我想問耿璇啊 訪問到你很討厭的藝人 你會不會不耐煩呢 應該是會 對 他也是人嘛 血肉之軀 所以會懷孕嘛 所以你就知道他每次 為什麼看到我們的 好明顯的 今天終於講出來了 每次來都會敷衍我們對不對 是... 我要插一個 就是說其實我覺得就是說 一個人來講 就是說他有特色的話 感覺上就是比較容易採訪 那通常我覺得 我印象比較深刻 就有一種藝人 就是你不管跟他講什麼話 他都是大道理 我就覺得說 我跟他講了很久之後 我非常想睡覺 我就覺得我快要打瞌睡了 因為你不管跟他講什麼 他絕對是好話 你說你覺得這個人怎麼樣 我覺得他非常的好 你跟他合作怎麼樣 還是很好 因為他非常照顧我 就是你不管怎麼問 不管怎麼問 他回答都是千篇一律 就是說你會覺得很頭痛 然後你覺得很傷腦筋 跟這種人講話 不曉得你... 你也不曉得要講什麼 你也不曉得他到底想跟你講什麼 然後最後相處下來 大家都會覺得這個 中間好像是這個空的 就是這個互動是空的 對 我比較不喜歡這種感覺 對...劉家芳呢 不會啊 我們人會有好污 但是要設法壓下來 但是最頭痛就是遇到 就是像剛剛可能宣講的那樣的藝人 就是我們跟你聊了半天 聽不到你一句真心話 覺得在浪費時間 然後覺得他不夠真誠 事實上你有你的隱私我會... 我覺得我可以體諒 可是你也要注意到我們的工作 很希望你能夠給我們一個點 就是你有點發自內心的 真心的答案 不要給我們那種片面的 很浮面的東西 好 剛剛...這個很值得調查 這個問題我剛剛問什麼 真誠度 對...這個真誠度很重要 就請問 認為張小燕的真誠度 有按鈕就表示認同嘛 我們計票嘛 不計名啊 計票就對了 真誠度的 認為他真誠度的 請按鈕 好,四票 四票 那再來我來操縱 我知道接下來要問誰了 這是... 胡瓜先生的真誠度的 真誠度的 對 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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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三大主持人 真誠度調查 張小燕7票 張飛4票 胡瓜8票 對 勇於... 我認為你們從事這樣的工作 已經影響到家庭的感情 也許你們又有很多時間在外面的 請按鈕 請按鈕 還是請按鈕 我們就這樣 我們聯合報耿軒小姐 這思維當中就你一個人懷孕 請問為什麼 為什麼 這個還有其他的理由 為什麼要問我老公 你公司第一個問題 為什麼要問你老公啊 謝謝 可能他只能回答 我沒辦法控制 辛苦倒是還好啦 只是最近會比較累一點 可是其實快樂也蠻多的 因為其實就是多了一個話題 因為呢 就是有這個新生命要來臨的時候呢 大家都會跟你一起喜悅 然後你會聽到很多人 他很關心你 然後他會跟你聊很多的話題 然後甚至只要是這個爸爸媽媽呢 他們也會主動跟你談很多 這個應該注意的事項 所以我覺得其實做記者來講 其實如果不是太累的話 其實做孕婦是還滿快樂的 我是應接畢業的 所以我畢業第一分工作 就是記者 就是隱居記者 所以我也不曉得 我會不會叫30歲還嫁不出去 希望你那個非常男女 可以做到那個時候 我根本也希望你們可以非常上 那就配小董就好了 今天就直接訴會好了 這裡面有一位滿資深的 劉樹華小姐 我覺得會有一點影響 就是會比較忙嘛 那時間很不固定 有的時候臨時會有採訪 那可能男朋友就會抱怨啦 我有問題想請教我們15位記者 就是曾經你在寫過的報導當中 因為每天在寫稿子嘛 寫報導當中 後來有發現 你從曾經寫過的稿子 覺得這篇稿子我實在是 寫得不是很真實 有這種心情的請按鈕 曾經後悔過 還是有半數 有半數 七位 七位 曾經寫過 那我再請問說 這七位 這七位 事後會跟當事人說是說 表明跟人家說是致歉的請按鈕 都會 七位 七位 那 曾經我再問四五位記者 曾經在我們這五位當中寫過 不是報導而遺憾的請按鈕 什麼話 我們的報導都真實了吧 沒有 題外話了 請問 還有 他說手上還有握有很多新聞內幕 但是基於愛護對方 就 沒有披护 很客氣的就流中不發 曾經有這種情形的請按鈕 有三位 有 所以我說 當記者是一種 讓你又愛又恨的職業 然後你在這種衡量這種 這種輕重的時候 你有時候明明知道這邊出去 你會害死一個人一樣 但是 你有兩種處理方式 一種是你用 改變另外一種 程度性的來發佈這個消息 另外一個就是忍住自己不講 那這時候我們在 除了你工作上的壓力之外 你還是會有人情 影劇記者不是沒有人情的 都很有感情的 你們是不是比較愛醜聞 而比較不愛這種新聞 會不會 基本上不容置影劇新聞是個花邊新聞 也是個很八卦的新聞 這些藝人的花花草草 其實是一般觀眾 一般讀者想看的 我覺得有些事情是 根本不可能去寫 也不能去寫的 譬如說 一般所謂的花邊 如果說我是 在我們報社地產 或是我個人 個人的那個拿捏事 拿位會女為家 我就無所謂 因為誰沒有 誰不會談戀愛 對 那如果有涉及到一方 是已經有家庭的話 我想我還是會 按照我的方式 我會跟我的主管報備 然後有這麼一回事 然後 因為我想 因為畢竟其他第三者 是無辜的 尤其是由小孩或家庭 我想 為了一則新聞 而去傷害一個家庭 我想 於心不忍 請問各位 你們跑這麼久的新聞 有沒有問到這個 譬如說被威脅啦 或者是恐嚇之類的 有的話請按鈕 三票 還是有機率的 那我再請問這三位 這個被恐嚇的 恐嚇你的人 是不是在我們這五位當中 有的話請按鈕 還好 還好 沒有…都是清白的 這是他們最後一道防線 這什麼花 來 我們再看看 我們這個 年度最佳的節目 最佳節目 因為我們記者 先生小明 除了剛剛最佳主持人 跟二線主持人之外 還有最佳的綜藝節目 我們看看 平段的綜藝節目有哪些 請看 來 1996年年度最佳綜藝節目 超級星期天十一票 龍兄五弟三票 紅白勝利兩票 綜藝萬花筒一票 你認為目前收視率高的節目 就是你心目中的好節目的 請按鈕 並不等於等號啊 就兩票而已 兩票啦 剛剛舉行完的金馬獎 評審結果和你心目中相同的 請按鈕 也是兩票 也是兩票 剛剛舉行完的金馬獎 評審結果和你心目中相同的 請按鈕 我剛剛問過了 剛剛問過了 對不起 覺得我現在真的 請按鈕 十三票 大哥,您得高望重 還有兩票沒有 接下來我們看一項新聞 去年度 最辣的新聞天王是誰 來,請看 來,請看 天王,來 天王,天王 天王 天王 橫術法師六票 伊能靜兩票 王妃兩票 公雪花一票 一票 我們來談談橫術好不好 記者心目中的橫術 橫術法師他剛剛從美國回來的時候 我就採訪 剛剛我就採訪到他的這個 回來的新聞 那這樣長期接觸 我發現他是心態的問題 因為他每次有新聞 他就跟我說 能不能不要上隱私版 我想上宗教版 你們有沒有宗教版 所以他就很想要 他自己很想要重新的轉變 重新的就是他的身份 他的這個心態 都已經不是藝人的心態 但是現在呢 我發現他又回歸到自然了 他並沒有說 本來他很刻意的想要說 我現在是法師 我不是藝人 但是他現在發現說 其實電視頻道 電視媒體 其實就是他的道場 他又有這樣子的一個調整 那麼我們在採訪他的過程裡面 他常常會摸著他的光頭 說哎呀真是戰略的金剛摸不著和尚啊 常常這樣子 就是說其實他的本性 還是非常非常的次在的 所以有時候他跟我們講說 不能太嚴格的來要求我嘛 他說剝橘子 你把皮剝掉了 都還有那個絲啊 要慢慢剝 所以我是覺得說也不要 因為他現在感覺上 是一個比較爭議性的人物 那我會覺得不要太苛求他 讓他很自在的 用他自己的方式 來做他覺得很有意義的事情 橫樹他付出是今年的一件 影劇圈的一件大事 那麼我覺得他的方法 在宗教界可能很多人不能認同 但是呢很多的這個社會大眾 可能就是經過這樣的方式 可以比較自在的 比較能夠很輕鬆的接受到佛法 這也是蠻好的 我想請問一下 當記者是你踏入社會的第一志願的 請按鈕 第一志願 第一志願有八位 有八位 好 那我再請問這八位 好 影劇新聞是第一志願的 請按鈕 兩位 兩位 那我再問這兩位 好影劇新聞是你終身事業的請按鈕 希望是終身事業的 有一位 只有一位 一位 就認為現在這個綜藝節目圈 很亂的請按鈕 哎呦 節節身高 七票 很亂 很亂 OK 那麼接著再問 認為綜藝節目沒有前途的請按鈕 各位 三票 這些都是我們要提供給我們自己 自己要檢討的 要檢討的 我想今天我們跟十五位 我們所有最優秀影劇版的 新聞先生記者小姐們 是 他們可以說是這個 知無不言言無不敬 是 無所不問 但是就像我們尼大哥講的 其實還要保留到最後的一道 訪線 是 也讓他了解跑新聞的確呢 跟藝人是一樣辛苦的 是啊 好 今天謝謝所有我們優秀的 四位隱居的記者先生小姐們 也謝謝我們的余天大哥 妮允 妮大哥 謝謝 謝謝 為什麼陳曉筠哭了 就在今晚的我的成長 陳曉筠 今天在我的成長這個單元當中 特別邀請到這位貴賓呢 他的歌聲相當的動聽 但是在演藝間呢 這可以說消失 消失逆跡兩年了 聽說他緣遊四海啊 贏得到成仙啦 唉唷 那不是太可惜 他這個歌聲啊 真是婉轉動人啊 對... 他也贏得了有台灣的 美功雲雀之聲 是 他笑起來呢都可以說 沒有那種虛偽跟包裝 跟他的火雞一樣 好快 像火雞一樣 笑還會抖哦 他每次出場 作秀出場的時候 是先看到頭 對 單看到威脂一出來的時候 已經十分鐘了 單燒 魂脅一出來的時候 叮叮叮叮 這個前作嚇到一半了 對 孩子看到他上半身 三圍 後面還停留 請說他以前在西餐廳當過Waiter 那這樣怎麼... 怎麼當當Waiter呢 一個人端四盤牛排 一手一盤 線上牛排來了 全部 那還沒什麼 聽說朋友常常到他們家裡面去打麻將 他們家沒有麻將桌 在這裡不會突起跳出來 來這裡爬 來這裡爬 這個太誇張了 一起來歡迎 單燒魂 休假 謝謝你 還有 你們都來這樣 陳曉雲小姐 這個消聲匿跡兩年 大家都以為他退出歌壇 沒有 哪肯啊 這兩年都做得多 好懷孽啊 來 坐... 這兩年都沒出唱片 是怎麼樣 大家都出唱片唱到冰冰球 都去雲遊四海 剩一個啦 沒欠那個啦 不是這樣講 因為你知道瓜哥 以前我們... 我們在作秀的時候 幾乎沒有休息 對... 365天 可能要做400天 包括暗會 工地秀 對 那麼趁這段時間呢 到國外去走一走看看 人生的歷練也比較有了一點 對 有些戒指也稍微充電一下 對... 但兩年沒像我們的鐵布 不用啦 我每天都發聲啊 發聲啊 都有在練啊 還有... 但是我們從... 我的成長是從小開始談起嘛 陳曉雲小孩的時候 家裡的環境很好 他們爸爸以前是美傷 很美傷 叫丹曉雲 丹曉 其實喔 叫丹曉雲是這樣啦 為什麼叫丹曉雲呢 因為喔 以前我們大保利 我保利人 保利喔 現在像現在埔里的九族文化村 九族文化村 那個地就是 其中有幾個架都我們 唉唷 你所看的到那山頭都是... 西教背不過 這就是這樣 30幾架 真的是一點都... 眼睛看得到的都是他們家的 看得到 有人說西教背不過 他就說 你看到就是都你們的啦 真的是這樣子 就是鳥要飛一天有沒有 那所經過的地都是他們家的 都他們家的 那... 後來因為呢 三七五檢豬 我老爸他也滿... 就是真正好啦 真故意 他沒有說 快點這個餐 來給他跪 跪有像...他也不會 跪有我媽媽 跪有像 他也不懂 故意人 所以做的都變人的 變電龍的 他爸爸是大善人的 他爸爸常常在拿錢 他管做別人嘛 我爸爸真的是很善良的 一個人 在我印象當中 對啊 小時候家庭是非常幸福 那爸爸應該很疼你啊 因為聽說爸爸生你的時候 年紀也滿大的 對 其實那時候我爸爸就是說 在別人的認為 譬如說 我有當初我爸爸出去這樣 要扛我的時候都說 那是你老公 因為我爸爸的年紀也就是說 人家說老... 老... 老底子 老來得子 老來得子 老了他生... 生我這麼小這樣 所以人家覺得說 那是你老公 其實是我爸爸 而且我爸爸他長得 就好像是張大謙一樣 那白鬍子喔 好漂亮 我的感覺很漂亮 我常常這樣練 我會這樣子練 你的白鬍子這樣子 後來就做那個龍鬚堂有沒有 就是爸爸的鬚鬚 爸爸鬚鬚 還可以沾個墨 就可以直接洗春蓮 那這樣我們來看一個童年片 我們拍的跟他講的符不符合 來 請看 陳曉筠從小家裡就相當的富有 而且爸爸是樂善好施 為善不落人厚 嗨呀 這位氣質優雅 雍容華貴的貴夫人是 唉唷 你不知道我是誰是 那我把一個姿勢給你看 你就知道我是誰囉 原來是陳曉筠的媽媽 唉唷 有眼光啊 我就是陳曉筠的媽媽 你奇怪齁 時間那麼多 曉筠上課 怎麼到現在還沒有回來咧 那這位應該是陳曉筠的 講話客氣一點 你不要以為 捐了屁股的就是陳曉筠 陳曉筠他有我的條件啊 他哪有我豐滿啊 我告訴你 看我這個身材 來 請來看 我是他們家什麼人 來 奶媽 嘿 好聰明啊 你猜猜猜對了 沒錯 我是他們家的奶媽 尤其我就是陳曉筠的臉部 我才是陳曉筠啊 對嗎 你看看曉筠吃得胖兔兔的 他吃得多健康啊 尤其他們全家都吃我 都吃你 都吃我幫他們訂的牛奶 我跟你講 他們都很有錢 這四個小孩 每個人都有一個不同的奶媽 我是曉筠的啊 那陳曉筠他家也太有錢了吧 曉筠啊 來 夫人 我要再下課 快把他接回來了 曉筠回來了 曉筠 爸爸在裡面休息 來 來 曉筠下課了 謝謝你們好 拜拜 你好 這位衣冠楚楚 這個穿金帶銀的老先生 一定是陳曉筠的 爺爺 爺爺 我是爺爺 你怎麼會忘記 你怎麼白頭髮都變爺爺 你看看我的身材 我是曉筠的爸爸 他腳踩腳完全是一團 哎呀 小魂啊 我啊 你很疼她 因為我啊 年紀大才有這個女兒子很乖 又很可愛 你上課有沒有乖啊 有啊 媽媽 我告訴你喔 明天我們學校啊 有個小朋友啊 就是因為過馬路在路上玩嘛 結果就被車子撞到了 手斷掉了 小魂啊 我就跟妳說 不能在馬路上玩 妳放學回家 爸爸媽媽都擔心 過馬路要看清楚才能夠 知道嗎 學校老師沒有帶同學過馬路嗎 有啊 可是他就是 不讓老師帶 他就讓人一直玩 所以要乖嘛 那撞得嚴不嚴重啊 他就是手斷掉 然後腳差點斷掉啊 哎呦 很可憐耶 哎呦 爸爸那妳要捐給他多少錢啊 要捐錢給他 家裡環境不好嗎 對啊 小魂啊 妳就知道爸爸這個人 經常在做懸殊 妳要學爸爸 要賺錢 要綁住 書要綁住 這點爸爸做得夠 今天他們家的環境不好 手又回來了 不然這樣 我決定了 我管十斤 好 好 好 誰是手抖擺 妳是關閉 妳是要做什麼 對 妳不是沒有米可以吃對不對 妳兩個是囉嗦什麼 我沒有說要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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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要關閉 我不是說這律師是要關什麼 十斤嘛 我是要關十斤的錢 不知道 什麼 十斤啊 我先請看看 我十斤 我十斤 太多了 我扭一下 我扭一下 有 這樣剛才有十斤 對 對 明天坐小魂 妳上課才拿去 好 老爺 妳這好慷慨 熱散好施 應該的 我去給妳泡個茶 泡個茶 泡泡 我回來了 你真的拿錢 剛好我那個同學的爸爸失業 家裡沒有人賺錢 好可憐喔 這個不比小婚 那個同學比較可憐 這樣好了 這個還有兩大錢 二十九 大概是二三十萬 好 好 一定會有 老爺 老爺 你也知道哪個大廠的股靜頭 都是貧血 貧血 對啊 我這個剛才收到回來的錢 兩百多萬 好 好 好 手 手回去 十斤 貧血 他也要帶 然後失業兩 兩他 對 老爺 你先緊緊緊緊緊 妳是怎樣 剪得整個都溜溜溜溜溜 妳也兩支手 拿著一支手 妳是在剪什麼呢 沒有 這就比明我沒收很久 老爺 老爺 我在人家跟過這麼多年 我一直把小鈴鐺 剪得一支手插回去 我在唱怎麼翻黑 你問我看我的手 又翻一翻 這就是因為是藝枝嘛 蛤 這傢伙喔 對 你看看 其實我一直是穿不穿一支手 很可憐 你為了頭小分太重 我家的環境也不好 我沒有冰火 我老爺現在也失業 不知道要看什麼 你可以 太可憐了 這樣好 我這個老爺 如果沒有幫助 這樣是說不得過 這樣 我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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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公斤有夠嗎 十公斤 十公斤 謝謝老爺子 十公斤有夠嗎 十公斤有夠嗎 十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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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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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後來陳曉筠的爸爸生意失敗 家道中落 爸爸也因此重訪 嚇得慢一點 小孩子 這麼多 小孩子 我太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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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理失敗 還好痛 我太狂了 不要想到這麼多 我們幾個火火都在家裡 這樣就好 對不對 小孩子還要回來了 對啊 回來了嗎 不要玩冰淇淋 不要再吃飯了 小婚 你們兩個去買冰淇淋 對啊 不會影響你們科業嗎 不會啦 我們買冰淇淋很輕巧啊 可以賺很多錢耶 爸爸你不要想那麼多啦 對啊 爸爸你們會很痠 幫你摘一摔 有靠有靠嗎 輕一點 輕一點 我摸杯 爸爸實在很無聊 我沒辦法給你們好 我突出還出去買冰淇淋 我實在做人很失敗 不會啦 老爺 我家裡又沒力了 媽媽 媽媽 我剛剛帶冰淇淋 賺了一點點錢 來 拿去買米 好 實在是很好笑 以前爸爸是做米商 金手的米都幾個洞 幾個千斤 幾個百斤 現在家裡連一斤米都沒有 我怎麼會落白到這種天堂 老爺啊 老爺啊 到你看現在已經有錢 我爸爸了 對嗎 不要這樣搖頭到臉 到現在 有錢沒錢沒有關係 生活快樂最最重要的 對嗎 對呀 爸爸不要太多 其實這句話應該我說 我爽露賠的時候 我最需要人照顧的時候 你都沒有離開我 其實我才是最幸福的人 爸爸 雖然家裡很窮 可是陳曉筠的家裡 卻沒有因此而愁勻殘悟 反而一家人更團結 更開心地生活在一起 我想我們會不會把後面那個 錄片拍得太誇張了 是真的這樣子嗎 是怎樣 沒沒辦法 我會不會被人揭亂 我會不會把他 那邊 走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这是打赏 打赏 打赏 就是打赏的里面的气氛很好 你让我唱歌 最主要这歌唱好 你我找来呢 你不能让我漏掉 好吗 小青 杨丽班 我不会让你漏掉啦 这机会很好 我这两个介绍我们等了 给你吃三食 好 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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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就是丹小粉小吃 我是丹书长 丹小粉 你出来啊 我找来 这歌人唱得真好 这我们等的啦 小伯娘跟你说 我们等的的人 虽然说年轻不说介绍 但是煮这个舞 真有这个气氛 要煮事情的嘛 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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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啦 不是说三个 介绍好就好啊 小伯娘今天第一天来啦 头上在那唱啦 你看这个店有什么回忆 还有什么注意事 你稍微跟他说一下啦 我这里还有人家 我来跟他唱好 我来不用一下 你不用 小伯娘 等等 你好 你好 南小伯娘 我一间拍不是 你本来就不错了 小伯娘 你的帮忙 好 我要唱一下 懂 什么事 懂 你说什么 我 我 懂 懂 有你的电话 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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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陈晓妤 你不是很活泼吗 你怎么一见到董事长 你变得口级了你 不是啦 其实董事长他长得很帅耶 而且人又看起来很老实 很稳重 那我就是喜欢他这一型的啦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他长得很像我爸爸耶 以前我爸爸对我妈妈 一样很温柔很温柔 所以我希望我将来 嫁给男人的时候 他一定要像一个 像董事长那样子 对我看起来好像很温柔的 好了 非常欢迎各位嘉宾的光临 今天晚上我们特别为您安排了 精彩的演唱节目 如果能够跟他结婚的话 首先我们要请到的机会呢 不知道该有多好 十厘派的唱将 我们掌声欢迎 陈娇宁小姐 陈娇宁小姐 在将来我们结婚的话 那生两个小孩 好的 我们再次 带来今天晚上精彩的节目 我们再次掌声欢迎 陈娇宁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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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一旦看得到 都可以這樣 一旦美鳳姐也讓我們贏 經驗還需要培養 對啊 來找這麼做 來找 就這樣做了不久之後 兩人之間產生了 似有若無、活虎不清的情愫 我心裡的悲傷 指引你離我去遠方 離我去遠方 離我去遠方 我若是失去了你 就像那風雨裡的意味 我每年都來 但是我的身份不能讓他知道 你現在在那裡 你這幾個都剛來 是出了不久還不跟他話講話的 對啦 沒飯出了不久啊 你不要跟他講我有來啊 後來 董事長 你來看陳曉筠表演 你幹什麼偷偷摸摸的你 什麼偷偷摸摸 的身分不一樣啊 我喜歡聽他唱歌啊 我每天都來啊 來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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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怎麼都沒有看到董事長啊 你等一下啊 對啊 是這樣啦 他說他都沒來 這樣啦 他說他都沒來 等一下 每次啊 很多事情都拜了你誰 嘴巴亂講 對 對不起 忙你忙你忙你 那我去忙了 董事長 我今天唱得好不好 唱得很好 唱得很好 你每天都唱 不是 你今天唱得很好 那有沒有什麼獎勵 獎勵啊 自從你來的時候生意都不錯 所以我下個月幫你加薪 不是這個意思啦 我是說 除了加薪 還有沒有其他的 實際一點的獎勵 今天晚上我本來想 請你吃宵夜看電影的 今天 沒空啊 對不起 很冒昧 沒空算了 有 有 有空 我就換衣服 好 我等你 董事長啊 不好意思 你們太太卡電話來說 處有事 這部電影是沒辦法看的 你每次講話不會看場合啊 我怎麼知道 這段卡電話來說 有要件的事 什麼事情都會你破壞掉 不好意思 等來 我 小雲啊 你今天唱得不錯 謝謝 陳曉筠在知道了 他最心愛的男人 已經結婚的消息之後 他的心徹底的碎了 在夜深人靜的夜裡 他總是偷偷的流淚 甚至一直到現在 陳曉筠一直沒有適合的結婚對象 也許是心中還深愛著這個男人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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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ril 來 光riers 苗變身百人 救我傳人來 騎在那等我 愈受愈悲哀 你敢亂來 啊 祝你願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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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有準備好練 因為我知道他唱到一半一定會掉眼淚 剛剛我看他屁股這樣抖 我就知道已經差不多眼淚要掉出來 有些臀部會帶動內線啊 不是 因為這個歌真的... 我們不能體會的 因為他唱這個歌 一定有他的感情在裡面 這個感觸很深的 你看 這麼多年來 還是好朋友啊 到現在還是好朋友 所以我剛剛就問他說 因為我知道他好朋友 剛剛資料來的時候 他的妻子在去年是吧 天啊 應該是承擔 真的 我們可以ув去年 一定贄 沒有這個人 他死的 他這太多年了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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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 鼓勵 今天作秀跟曉雲講 你的歌領真感謝 很厲害 他這個技巧太棒了 你看很多歌星 唱歌唱到一半 你會聽到一、兩個跑音的 有沒有 所以為什麼我們把它叫做 台灣的雞肉粒 有沒有 我們從來沒聽他們唱歌 有走音 這個提到他呢 其實是很孝順 真的很非常孝順母親的一位 但是他這個人非常有感情 我們每次作秀看他旁邊 帶一位他的朋友 不能說是助理 我們也不能講助理 秘書不是嗎 朋友 算是朋友 我覺得我對他也很抱歉 因為他跟我到今年呢 也是整十一年 剛才十一年 等於說我開始請助理 我就沒有換過人 就是這個 就是從頭到尾就這個 對你吃四點就對了 對 應該是這樣說 就是說 因為說他跟我之後呢 他陪伴他媽媽的時間就很少 所以我覺得蠻內疚的 你知道嗎 那疼的是 因為那時候我在公司的時候 他都是領公司的錢 總是公司請給我的 所以他不領我先是領公司的錢 這幾年當中呢 他都是為我這樣 付出 付出很多啦 不只是說幫我開車 時間的付出啦 還是照顧我的生活 不是這樣子 照顧我的生活家居 還有感秀啦 還有我的什麼簽約什麼 我完全都是他 一手籃起來 因為我不懂 壞人都一做 不是啦 我比較笨啦 比較沒有那麼年巧 都是他在幫我那個 所以你說一棟房子 其實在我來認為 我做得到也不算什麼 講真的 也不算什麼 這個我們要看看祕書怎麼講 陳芙蓉 芙蓉吧 你說陳曉雲 來 真的跟我們一樣帶笑 披麻帶笑 實在是真的很不簡單 就好像出殯那一天 人家說 昊錄嘛 昊錄就是說要從那個路頭 一直跪跪到那個家裡面 他也 他竟然以他一個 今天這麼有知名度的歌心 他竟然也這樣做了 所以說我覺得 他 就像我哥哥講的 他這一份人情 真的是這輩子都還不完 陳芙蓉講的是他 這位秘書 他的母親在生病的時候 去年過世 過世 陳曉雲也照顧他媽媽 像自己媽媽一樣 過世他也在披麻帶笑 而且跟著披麻帶笑 哇這個 這個算是 一個跪耶 然後 他就是一路這樣子跪跪到 他的那個靈堂這樣子 這份感情那真是不容易 其實我已經把他媽媽 當我自己的媽媽了 真的 來 我們來看看 這個我們陳曉雲她熱心篇 她是熱心公益的 也慷慨大方 非常的這個急功浩義 對社會很多的公益活動 不落人厚 真的 我們有拍了 請看 大家都知道 陳曉雲歌唱得很好 瑜伽樹練得更好 可是大家一定不知道 她還是因為古道熱場 為善不予人知的大善 曉雲姐 早餐我幫你帶來了 我突然覺得我很重要 我不但是你的助理 還是你的管家 還是你的好朋友 我要做的事情好多 有 趕快吃早點啦 謝謝你啦 你對我最好的啦 我跟妳說喔 我剛才看爆炸 說那個大甲那邊 就發生山峰了啦 活活的壓死了一對夫妻 又剩下一個很可憐的老阿嬤 要獨立扶養兩個小孩子 我是覺得很可憐 我是想說我們幾個 湊一些錢 去送給他們 幫助他們好不好 也是曉雲姐 妳也知道 我們做助理一個月 也沒有多少錢 那我想我可以捐的也不多 哪有要緊啦 有心最重要啦 我們快來吃一吃啦 快來吃一吃 妳就是這樣啦 七十八十什麼人啦 誰啊 拜託… 小燕姐 小燕姐 有沒有借錢是不是 沒有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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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有什麼事情 她沒有一定是借錢的 沒有啦 不要…小燕姐 拜託… 快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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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 我肩膀要不要吃東西 妳不要拜託… 拜託… 稍微尊重一下 我今天一起來買錢的 喔… 唉唷… 親吼一瓶喔 嘿… 小燕姐 我來電話給妳找錢 我決定了喔 我現在還妳一部分這樣 唉唷… 這個人就說年輕人嘛 真的 他有這個心都不錯啦 有借有還債就不難對不對 你今天要還好多少 十塊 好… 好… 好心耶… 小死啊 十塊錢妳要趕快還嗎 好了… 我說過啊 有心最重要 十塊我就先收下了喔 好… 有剩下的錢以後慢慢還沒關係 好… 謝謝… 小燕姐已經收下了 妳可以走了喔 不要… 阿伯咧… 阿伯咧… 還有事情啦 小燕姐是這樣啦 妳不是說有借有還在借不難 我剛剛已經先還妳十塊錢了 我今天就要再借一些錢啦 你… 你叫什麼… 你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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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瘋了 你叫他… 有消息…你拿啦 你叫他… 我叫他… 有事到我可能接口是沒關係 但是家裡在沒人家 沒人幫我吃 沒人幫我吃 是沒人家煮的 好啦好啦你別這樣說我去拿給你 我又知道你是一個好人 小魚啦 不可以啦 不可以啦 你不可以 你可以把錢給他 你就是這個樣子 你要借他錢 你不是急時在幫他 你是在害他耶 你很可能嘛 沒關係 好 你說話這麼閃 沒關係 你的錢如果沒救完 我就來去撞廟 我來去撞廟 不要撞 不要撞啦 不要撞了 對 不要撞 不要撞都太輕 好 說話這麼閃 我今天我就撞給你看 我小褲子 我想一個不知棄的人 我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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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要撞了啦 我決定幫你了 我就知道你是一個好人 對 我決定幫你 我決定幫你撞廟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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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撞一下 好 沒關係 你這個女婦人在怕我這麼閃 你就叫我小褲子去 我小褲子去 我小褲子去就走給你看 大褲子啊 不是不用撞的 我來查出這個問題 我都不用怕哪裡了 好 褲子去 好 別再說 小褲啊 小褲 小褲子啊 我跟你講 這種可憐之餘必有可恨之餘 不要管他了 趕快吃早點了啦 吃早點 好了 好了 欸 欸 小褲子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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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我是說 我家裡都想不到辦法 等下再想看看 拜託 你要找我 現在才能找我 好了 好了 你拿去啦 不行啦 小褲子 你這個錢不能夠借給自走人 你一次幫他 兩次幫他 都無底洞啊 好 你聽到你說的 怎麼會說 你聽到你聽到 你聽到你聽到的 我小褲子去就有自己的人 我真的要帶給你看 我來走出去問 我都不跟你說什麼東西 好 我來走 我來走 小褲子啊 再見 你不要對她這麼兇嘛 是啊 她也是很可憐 你也知道的 你剛才不是說 要去大甲看那個老奶奶 這些錢可以幫他們啊 不要幫像小褲子這種人 唉唷 我肚子不想賺的 來 快吃飯了 好了 你等一下會笑 不要笑 不要笑 姐姐這小褲子啊 唉唷 你這傻不怕咧 你頭都沒說過咧 不必你這個問題 你怎麼會說出來 不是啊 我沒有你這個問題 我為何要問你啊 唉唷 好啦好啦不要再吵了啦 拜託一下 阿浩這十萬塊你拿去啦 趕快去解決你的事情啦 我都知道你這一個好人 好 今天我接受 你借我這十萬塊 我小褲子 這四人 一定會做給你看 對啦 我現在出這個問題 我又沒有再說你這個問題 對 這個話就不能這樣說啦 你不想去這個問題 阿浩這錢要把錢拿出來 對喔 一定會回來喔 好啦好啦 謝謝小褲子 我就帶你是一個好人 好啦 謝謝 唉唷 真是可憐啊 我跟你講啦 時間也不多了 我們趕快去趕快把東西收一收 趕快就去幫助那個老奶奶了啦 害我弄到一手 好啦 趕快啦 好啦 我在補償你嗎 快點去的啦 對 怎麼會這樣啦 這不是自訪人啊 來等我啦 好 都沒有啦 好了… 來…我們走 你這是什麼啦 唉唷 為善不遇人知 我不是想讓人知道我是陳曉雲啊 而且喔 人家搞不好會以為 我這樣是在草新聞耶 快走… 沒有錯啊 就這樣陳曉雲默默地行善多年 被她幫助過的人不計其數 真是功德無量 真是一個樂善好事的 是啊 其實她會主動去調查一些需要平民戶 幫忙的地方 其實沒有像演得這麼誇張 還戴那個面具 但是我每次去我都會戴一個帽子 然後完全沒有化妝 就是很簡單戴墨鏡 其實認不出來 真的認不出來 希望我們曉雲的往後 會更越來越好 九七年的開始 謝謝 今天謝謝您來到我們節目 為他們所有年輕朋友 下個註解吧 給大家勉勵一下 座右銘 你覺得你的成長過程經驗 什麼樣子最寶貴的話 經驗告訴他們 我覺得在人的一生當中 當然就是說 我的認為啦 其實錢採對我來講 還是算是其次 我覺得人最主要心力善良 那麼在你做得到的範圍之內 盡量在你猶勝之內 盡量去跟他們搭三天 因為每次你幫助人家 你就會覺得說有所回饋 就會有回向的感覺 就會有回向的感覺 而且最... 就是說這幾年我的感覺 每次當我做一件膳食的時候 幫助別人 那一天我特別特別的快樂 不曉得為什麼 特別開心 真的 特別特別的高興 因為經常春年就會寫 積膳之家必有餘慶 真的是這樣 做膳食 真的讓人快樂的一件事情 對,謝謝陳曉雲 給我們這麼良好的建議 謝謝陳曉雲 我的成長 謝謝陳曉雲 廣告之後 楊采穎、范小萱的 臉部奧運會馬上回來 進行我們的臉部奧運 今天有很多貴賓 我們的國稅局 來,我們掌聲歡迎國稅局 歡迎 歡迎 別的單位都不能立牌子 國稅局一定可以 可以 是 好,馬上要邀請到兩位特別來賓 美女啊 兩位特別來賓 一位是從香港來的 是 香港我們國稅局都查不到了 一位是我們的國貨 不得了 唱片破百萬張 這個應該好好查一下 一起來歡迎范小萱 楊采穎 歡迎 來,兩位女孩的美女來到我們現場 是 這個我們國稅局 完全是衝著兩位來 兩位來小溪 趕快問候一下 國稅局的姐姐哥哥們大家好 好,你看看 上那間變為年輕了 楊采穎,香港來就不一樣 可以不甩他們 沒關係,不用問候沒 大家好,大家好 主持人好 這個兩位很難得 美女會湊在一起 臉部奧運今天來 跟我們一起來參加 贏的人就可以馬上打歌了 馬上嗎 馬上 端著紅茶咖啡 坐在那邊看自己MTV 真的嗎 真的,那當然啊 本節目就是有這一點好處 是,我們不像別台 什麼收十幾萬 我們不會這樣 輸的也沒什麼 輸的就是爬著 學狗叫繞三圈 臉部要不要運動一下 國稅局的同仁 是 我們找一個 做一下臉部的表情 誰臉部表情最豐富 哪一位 這位男的,你看就知道了 這位長官對不對 這麼體面 來,1,2,3,4 你到底是在背摩子 好厲害哦 好可愛哦 好棒 好帥哦 你演不先來 來,范小軒 1,2,3,4 舌頭三寸 來 來,踩你 1,2,3,4 好可愛哦 來,來 來 來了 快 哎呀 一部運動之後 兩大青春玉女 楊彩妮 范小軒 即將進行第一次玉女世紀大戰 好,差點毀容 還沒有得到分數 你那個 就在今晚的紅白勝利 来 请入座 我们就帮范小轩加油 范小轩加油 范小轩加油 小轩小轩小轩 加油加油加油 7 好嘞 今天是杨彩妮 来 杨彩妮 来 人数虽然少 但是要大声 杨彩妮 加油 杨彩妮 加油 你你你你你你 哎呦 好肉麻哦 好肉麻哦 想位置 你这什么用力啊 用力 我这样 我再一次啊 你一二三用力 雙鼻孔出气 雙管齐下 不可能单鼻孔出气啊 不知道 我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鼻塞啊 一二三 一二三 快快快快 OK 凑近一点 好 7比7 7比7啊 7比7啊 来 范小轩 加油 范小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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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有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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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確定一下那是不是鼻涕 好 還是保麗龍球 沒錯 保麗龍球 楊彩妮現在知道技巧了 貼住就可以吹得遠 來 風從哪裡來啊 風啊,從鼻孔來啊 來,楊彩妮 加油 楊彩妮 加油 妮妮 加油 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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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 今天是我們鐵餅 鐵餅直圓 鐵餅直圓的話 我們還是從范小軒開始 剛剛第一關是千球獲勝嘛 是 好,來 來,我們幫范小軒加油 范小軒 加油 范小軒 加油 小軒 加油 您這個也太近了一點 好遠啊 不好意思,這是零 水 放水是吧 好難,我會 看我們導播啊 想說拍很遠 咻咻 這樣 好,來 楊彩妮 楊彩妮 加油 楊彩妮 加油 妮妮 加油 加油 OK 不能甩進去這個紅框框裡面 外面 是甩頭不是甩身體 0比0 0比0 0比0不夠了 很厲害 來,范小軒 加油 范小軒 加油 軒 加油 對一下 差不多自己才會逃多遠 有了 死了 不得了 剛剛那個樣子 好像我們家那個小軒 那個飛球 飛盤的感覺 來,楊彩妮 來 楊彩妮 加油 楊彩妮 加油 妮妮 加油 加油 來 來,你看是那樣 7的部分 10 還是10比7 好,這一關我們還是判定 范小軒獲勝 太帥了 接下來要進行的是 保齡球大賽 Yeah 太帥了 雖然其實前兩關是范小軒獲勝 但是我們沒有運動員的精神 來,要過三關的 可以扮演 希望這一關能夠挽回一層 好,彩妮要加油了 那我看這一關就有彩妮先來吧 先來好了 好,這邊先來,好,來 楊彩妮 加油 楊彩妮 加油 彩妮 彩妮 加油 加油 對 花眼毀容還沒有得到分數 啊 來,怎麼可能 來,小軒,來 范小軒,來 我,我需要先加油 好好好 我想,能混就混過去了 你,你贏了兩關還加什麼用 范小軒 加油 范小軒 加油 小軒,小軒,小軒 范小軒 有,有可能 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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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小軒 兩隻 六隻 六隻 兩隻 六隻 兩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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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彩妮加油 楊彩妮 加油 楊彩妮 加油 彩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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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機會 有機會 滾到旁邊去 順著 許孝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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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順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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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加油 在哪裡這樣 我有反方向啊 我不用用到吻嗎 代表從這個楊彩妮的嘴巴出去 好噁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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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噁心喔 加油 先 加油 加油 來,助球 現在漸漸的滾 滾 滾到我左外 好噁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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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動的,擦練 還有一個一個的機會 還需要穩衡嗎 不用了 好 這叫嘴歪怪茶杯 請你們謝謝我 謝謝 好噁心喔 今天的三項比賽裡面當中 當然范小萱表現比較突出啦 還贏了兩關 有一關是我們順子幫忙 不過總是不會要難看嘛 所以我們按照規矩呢 還是讓我們小萱來打一首新歌 謝謝 雪人 對 對不對 那彩妮的歌新歌沒關係 懂不懂 懂不懂 小董有機會幫他唱就好 懂不懂 懂不懂 我們欣賞范小萱的 雪人